今天在交通委員會的部分 可以說是藍綠白都相當的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交通委員會 是列席了NCC主委陳耀祥 來針對這個省照的程序 跟成效來做報告 只不過這個業務報告 先送到委員的手上之後 就引發了民眾黨的立委 黃國昌不滿 因為他發現了 有13000字的這個業務報告裡面 竟然有超過9800個字 是超去年的 等於說是整本幾乎是超了八成 而且多的地方只是多補充一下 出國考察的部分 讓他相當的不滿 民眾黨今天早上 還緊急召開了記者會痛批 這報告應該要退回去重寫 怎麼回事 一起來聽看黃國昌怎麼說 第一個譴責陳耀祥要求道歉 報告拿回家重寫 第二個成立禁電視閉案的 調閱小組 過去這幾年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禁電視的閉案 可以說是 在民進黨主政下 政治黑手 怎麼樣深入NCC 怎麼樣幫特定的媒體 從事前 事中到事後 三個階段荒腔走板 可以看到黃國昌是相當的氣憤 第一個要求NCC應該要把報告退回去 再針對禁電視案來做批評 不過這一回NCC為什麼又成為焦點呢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有四位的NCC委員即將任期借滿 那麼這個人事案當然又成為了藍綠白關注的焦點 那麼當然了這個四位委員借滿之後誰要來補上 現在藍綠白都睜大眼睛在看 只不過現在NCC就先被點名這業務報告不合格要他退回重寫 陳耀祥也有最新回應 沒有這個重寫的問題吧 如果委員有需要 讓我們了解更多詳細的內容 要我們需要補充報告我們會 可以看到NCC主委陳耀祥態度也相對雷掌比較強硬 他說沒有重寫的問題 但可以來補充報告 不過現在呢 因為今天早上這藍綠呢 都祭出了甲級動員在交通委員會 稍待一會會有任何最新的工房 國會現場會帶您繼續回來看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